各位嘉明 各位朋友 我到这参加今天的活动感到非常的高兴 而我觉得这个 这个活动的感觉啊 我未来多会记得 未来多会感到荣幸 谁也在来了吗 unhealthy游戏 第一集中心会在其他照合唱的其目的 ST flowing在未来的edo人中的造型有没有能力和bling在一起 Uh 我认为我跟预备朋友们都在一起 我认为您的感谢您的发展 我觉得在世界中 有很少的一些领导 去关闻为国康的时候 在今三天的时间内 能够有机会 关闻两个大学 跟年轻人互动 给你们给我 这个机会 我对此表示感谢 بھارت کا مول چنتم دہا اور بھارت کے بیدوں سے کہا گیا کہ چاؤں دشاؤں سے گیان کا پرغاس آنے گیانت بدرو کہہ کرتے ہیں ہماری ہاں یہ تلپنا کی بیچار کو گیان کو نہ پورب ہوتا ہے نہ پشک ہوتا ہے دوہ سناتر ہوتا ہے اور دنیا کے کسی بھی بھروحہ کا گیان مانو سنطی کی بھکاس کے لیے گان آتا ہے بھ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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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ھ 就是共有数只的人 在每个人的所有人和民族 而她弟姆是 俄法人的 blah is 和其他人的命令 在因为结局中的 一代的真正的 一代的一代的 一代一代人的 这是俄法人的 这一代的 我相信 是日常人的 子宁的 那人对 我认为这种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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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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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他们也导致了印度 吉他的一个 诗诗 就是在里面说到 你们只要担负你们的责任而面向未来 是因为我们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是 不知道 啊 看 和 都是 看 bell I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关系非常的密切 我们两国之间,两国,有一些相似的方法 就是,我们两国的人民都很想得到智慧和识识 为了得到这一点我们去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几天前宣战法师去印度修进 还有印度的很多的人去中国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知识 如果有关系的理想会有关系到这里 如果有关系的理想会有关系的理想会有关系 我们的理想会有关系 是 这 是 是 那 开放经济是很容易的事情 邀请游客去彼此的国家游览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大海这个智慧和知识的大门这个不是很容易 大家需要类似方面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 我们都很担心很有欢迎这个知识的到来 所以今天我们开了这个甘利应对研究中心的开幕式 是非常积极的一个路径 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阿座陀阿辞斯坦的这些是 在那里边的建立了 经济发展会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 真是知识方面的发展会有利于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的发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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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世界公民 而世界现在产生的很多问题 干地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指明了方向 而世界上有两个项目的项目 一是国家华文 二是特洁 当今世界主要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最后必要 所以今天又是什么关系 通过这个干地医院区中心 这个中心的学生 可以给世界寻达更重要的信息 就是干地的哲学和资象 现在也是有效的 在中国的一位 在中国的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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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鸡鸭里的身体在一家。 他在鸡鸭里的身体中在鸡鸭里的身体里面。 中国有一个亲爱的鸡鸭里的一个人, 一九五十年代时, 在鸡鸭里的旅程中住在鸡鸭里的这个祝福。 但是印度的不少的人不会讲他的名字 所以甘迪自己给他比了一个印度名字 那种意义的文字 由于这种文字 明信的名字 是非常有关日本明的文字 还有一个中国人是敬爱泰克尔的 他见干地的时候 干地跟他很好的民众关系有关的事情 在中国的上市和非常有关的 当我们的了一生 married 当我们的了一生 快进一生 决定的 纳定 在1930kie 很得罪他 亚的 在 在他的來場他在olerburg里面的 然后在1930年 甘地开展了一个很大的 印度独立的一个很大的运动 当时他被放在一个签议里面 签议里面也开展了一个运动 当时听说这个 甘地的运动 甘地曾再次回到印度回来 在這次赌允建车中在看一下领地上的革命里面的灘地方 在这样的革命里面是一种想法去的是那些太和上场的革命 但是当时这块地上就是赌允建车中在这时候 当时在监狱里面 监狱没有见任何一个人 除非当时这个上帝城 这个中国人一旦来了 监狱就愿意见他 监狱就是这么重视中国的 2001年的一终镇 我们两个国家的人口诚是三分之一 如果我们两个国家之间解决了我们两个国家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就是我们解决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面临的问题 因此我觉得印度和中国两国都要携手努力做的进展 而不管是在城市方面或者在干地研究方面 如果我们做的一些进展那可以给世界多展示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对此表示祝贺 我相信这个研究中心会在未来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再次表示更新 他说他说了 这一档子是一档子 一档子是一档子 一档子是一档子